早前黃曉飛在微博表示 老婆大S在日本買了一萬個口罩寄給武漢 馬上就夜來台灣網民炮軍 指大S連自己台灣人都不顧 反而就去照顧其他人 有見及此 兩公婆立即公佈自己買了一萬個口罩留給台灣 黃曉飛在微博就說 今天在台北的好兄弟幫忙買了一萬個醫用口罩 雖然寄不到出去 但是本地的朋友也有需要用 有五千個就會放在這裡 去給我們台北S Hotel的員工和客人免費使用 另外五千個就拜託我們的里長捐給身邊的鄰居 遠親近輪都是一家人 台北也是我半個家做些有能力做的事 雖然這樣可能會安撫到台灣的網民 但是大陸又有網民說 你真是有意思 大陸那麼缺口罩就應該先給大陸吧 台灣那邊根本就不需要口罩 你根本就是故意給台灣人看 我不想否認你的愛心 但是台灣政府也是人 你愛國你就好好愛國 到你做的表示肯定 但是都會很心痛 看你這次真是兩邊不是人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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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